几人下意识抬头往入口方向看去 杨岩果然手指勾着个车钥匙 正单手插兜迈过一地横尸过来 还指着地上尸体撇嘴 我猜一会儿没来 你们就干坏事了 这叫建议勇为 风小小很不高兴杨岩抹杀自己做好事行为 杨岩顺手把钥匙抛给小李 没去管后者手忙脚乱接住没接住 直接停在男人面前 盯着对方和风小小握着还没松的手看了两秒 再盯着对方脸看了三秒 迟笑 狐狸精 小李手一抖 刚接住的钥匙又掉了地上 这三个字杀伤力真大 简直类似你这个魔人的小妖精那一档次 小李做梦也没想到过 自己哥们儿还会有这么忧怨骂人狐狸精的时候 至于吗你啊 不就是握个手 卢方也一抖 杨岩又冷笑 尾巴都露出来了 卢方信以为真下意识抽手一摸自己屁股 而后反应过来哆嗦一下看杨岩 你 杨岩点个烟淡定回事 风小小莫名其妙一瞬后也恍然看过去 王威反应过来兴奋 真是狐狸精 哎呀 我还没看过活的狐狸精呢 可能是王威这一出声拉回了卢方注意力 让他想起了身边带着鬼魂的这位本来就不该当普通人看 于是此人很快恢复 忙解释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行了 我们先送朋友回去 等会儿再谈 风小小忙打断 往小李和小美女方向看去一眼 卢方于是明白这里另外两个人应该还是普通人 忙点头答应下来 把一脸纠结的小李送回去 半醉半醒的小美女被酒精搅和迷糊的大脑难得灵光一现 在扬言望过来的瞬间果断装醉倒 而后很理所当然被明知他作假的几人带走 而坐在车座后面帮忙扶小美女的自然就是脱带的脱油瓶卢方 四人异鬼很纠结回了头一巴 先把不管是真罪还是假罪的小美女往衣衣房里一丢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勤劳精卫小保姆了 扬言和风小小果断带卢方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还有张三强插一脚要求旁听 还真是狐狸精啊 张三捧了个方便面筒硬挤进扬言房间 对卢方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围观 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很感慨挥舞着叉子 好多年没见到活的狐狸精了 还真挺怀念的 小妖小怪在上神眼里就相当于小宠物级别的 可以养来当座旗 可以收来当扫香童子 总之各种便利不解释 虽然说也有爱收妖的所谓道德模范存在 但这并不影响大环境下的种族和谐 古代时期大家相处得十分理所当然 妖神遍地的前提之下 卢方这样的狐狸精根本就没人把它当回事 顶多也就是女娲坐下的苏打脊玩得大了点 让各位上神对狐狸精这只族的印象 相较其他小妖们印象深刻了那么一点而已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代都市里 别说狐狸精 就是出来个葫芦娃都能算是重点保护动物 人族当道 客户文明代替神话文明 大家身边的同道中人已经是越来越少 能稀罕一个是一个吧 卢方辈看得有些尴尬 他神通其实不很大 即便是人身没错 但那也是拖赖祖上半人半腰的血统而已 跟实力其实没多大关系 再说狐狸精本来擅长的招牌技能 也就是一个迷惑人心 除此之外 基本没什么战斗力 不然他之前也就不会被一杆混混 给欺负成那样了 杨炎敲敲桌子 上下打量卢方 直到将对方看得手足无措一脸尴尬之后才点点头 施恩般放话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尴尬沉默被打破 卢方松口气盲打 其实我只是投奔同族的 并不是故意在那惹事 同族 封小小来了兴趣 你意思是我们这世还有其他狐狸精 有 卢方老老实实点头 两只成年的 一只幼生 大家本来只在网上联系 前段时间我被炒鱿鱼了 想了反正也要换工作 正好我同族在这里啊 自己当了老板 所以我干脆就过来了 哟 很出息啊 张三几下吃光面条 一次性碗筷往桌子上一搁 倒背水问杨炎 二郎 这狐狸你从哪儿捡来的 夜茶 杨炎嘖了声 小小刚好遇到这狐狸被人群儿 他又看见了王威 于是顺手就救下来了 那和我没关系 卢方盲解释之前事情 我只是问个路而已 因为有点着急 一不小心就不自觉地用出了魅术 哪小的那女人 会是一个老大的女人呢 所以我就 你这魔人的小妖精 风小小感慨 卢方雷了个 杨炎和张三目光瞬间聚焦过来 风小小感笑 那个 这几天在追网络小说 情节貌似狗血了点 既然是投亲的 那你明天就走吧 事情前因后果果然弄清楚了 杨炎也没心思多问 一只狐狸精而已 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以后路上见到了 打声招呼 没见到也没必要可以聚会 反正礼长让找的是同事 不是有神通的一族都得飞巴拉过来不可 俗话说 大能者可化身万千 不拘时空之限 比如说 你在一本书上看到某个神仙出现 族谱血缘等等排得有根有据 于是津津有味地把这个故事看完了 可是一转眼翻开另外一本书 却发现还是这个主角 还是这个人物 却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 或朝代中的另外一个身份 这就是化身万千 无论团土造人还是舍身补天 女娲的所有化身 在各种神话记载中的口碑都相当良好 圣人攻击没人可以轻易抹杀 但即便如此 女娲也照样也有唯一惹人非议的一笔黑档案 那就是苏打紧灭殷商 就客观角度而言的话 其实这事真不能算女娲的错 事情所有起因是殷咒王在女娲庙 替银尸歪歪祖神 就当时俩人的身份对比而言 打个比方就向某大官跑去金鸾殿门口 跟皇上提施 照搬咒王的原事就是在说 皇上你的宫殿真好看 皇帝你人长得也好看 皇帝你跟我回家去伺候我吧 这绝必是自己找死不解释 女娲要整她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大官有权呢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皇帝也憋屈 只好捏着鼻子把尸给擦了 再走迂回路线 于是女娲就找了三元坟的三腰 去玩无间道 但也有言在先 你三腰可引其妖形脱身公愿 祸乱军心 四五王伐咒已筑成功 不可残害众生 事成之后使尔等一成正果 照原话翻译的话 女娲当时的意思是说 你押三个去把咒王给灭了 然后扶上我看好的五王 但是不可以闯祸傲亲 办好了我会奖赏你们 没想到的是苏打几理解智商有些弱 行动能力却远比女娲想象中的还要给力 造成的最后结果是咒王被灭了 没错 但过程却搅活得一片民怨沸腾 而且命令中最关键的四五王伐咒筑成功 也没去搭理 本想平稳过渡政权 到最后居然变成大群批 自己手下出了这样不给自己长脸的裸裸 可想而知女娲当时有多么的怒 属下听自己的指示去办事是没错 但你拿着命令办事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闯祸 结果苏打几被灭了 女娲也多了一笔黑历史 拿着两人当垫脚石成就了一个江子牙 这事情进行到最后的结果真是不可谓不糟心呢 不仅女娲糟心 狐狸精们也糟心 他们可没去管苏打几给boss带来多少损失 就光见着boss把这倒霉童族给丢出去送江子牙祭齐了 这果断是弃足宝帅呀 狐狸精们迅速焚转黑 虽然不敢和女娲叫板 但心存抱怨仍旧是少不了的 于是当风小小第二天叼着牙刷路过客厅 遇到卢方在客厅上网聊QQ联系自己同族时 见着对方QQ签名上醒目一行 女娲什么的最讨厌了 也就没什么值得意外的了 我说女娲招你惹你了 风小小含牙刷没了三秒 而后满头黑线抽出牙刷问 风小姐醒了 卢方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身后居然站了一人 头天晚上她被人调查了个底朝天 对于这个风小小和杨炎等人身份倒是一无所知 人家根本没和她啰嗦 连自己人类世界的身份都没介绍 更别说转世法身的问题了 卢方俨然无知者无畏 还不知道风小小的雷点在哪儿 看了一眼自己的QQ 卢方还以为对方好奇自己签名的由来 于是恍然一笑 我是狐狸精嘛 虽然半人半妖 但祖训教导的风神大战还是知道一些的 愤青愤青而已啊 也就说说罢了 风小小深感自己躺着也中枪 觉醒那么长时间 她早对女娲转世身份有了一定认同感 这会儿真不知道该接句什么词才好 她对狐狸精倒是没什么偏见 但没想到人家倒是对自己有很大偏见 联系上你同租就赶紧管 看着心烦 风小小黑线转身回去漱口洗脸去了 留下卢方还坐在电脑前面莫名其妙 一脸想不通的转头问厨房的依依 我 我招他惹他了 女人心海底针 一大早起来就看自己不顺眼 难道是对方刚好生理期 一一端着早饭出来摆桌子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风姐人气是挺好的 肯定是你做坏事了吧 摆好桌子又擦擦手 我去叫我房里的那个女生出来吃饭 你要是赶时间就先吃吧 我们地安不新的人都是各吃各的 话是这么说 可是等到一一把洗漱完穿好衣服的小美女给叫起来时 已经关了电脑的卢方 还是很客气礼貌坐在桌边 没有不管主人自己先吃的意思 其实除了淘一巴的自己人以及自我意识过剩的人以外 一般人大概都会遵守这种基本礼貌 小美女眼睛一扫 见到餐桌前坐着的卢方后 昨晚的一些片段记忆模糊回笼 她好像似乎大概仿佛 差点扑了眼前这男人 小美女脸一黑 瞬间感觉很耻辱 简直就像人生污点一样 自己明明痴心担恋扬言 怎么可能看上这种弱级小白脸 一想到这儿 小美女忍不住又恨恨瞪了卢方一眼 而后果断转头无视此人并转移话题 杨哥还没起来 本来还想打个招呼缓和下昨天尴尬见面情景的卢方再度郁闷 怎么一大早的一个二个都不待见她 一一乖巧摇头 杨哥一般都是中午左右才行 而且她刚起床的时候低血压超狂暴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敢去叫她 你如果有急事的话就去找凤姐吧 只有她才敢叫杨哥 小美女一口小血梗在喉间 她刚刚是不是闻到了什么隐藏很深的激情气息 正想着激情女主角也收拾完从自己房间出来 身后还跟了条分外眼熟的土狗 小姨 把大门打开先 亚历山大要出去散步 风小小小照例放狗出门 而后才注意到小美女 你也醒了那正好 吃完饭回头我让杨炎送你回去 小美女深呼吸又深呼吸 只觉得眼前这貌似一家和谐的情景 分外刺眼 吼道 我才不用你同情 同情 风小小无语了哥 你意思是自己回去啊 那也正好 我和杨哥还有正事 小美女再梗 所谓幻灭是需要亲眼见证的 当小美女死皮赖脸流到中午 亲眼见到杨炎起床后 是怎样穿着一套睡衣招摇过世 睡眼朦胧得完全不在意形象 去洗脸漱口 再接着又是怎样不客气的 一把抢过遥控器 切换掉风小小正在看的电视剧 怎样和对方有一句没一句的放嘴炮 擦 这种老夫老妻的相处模式 是怎么一回事 小美女端着的水杯都颤抖了 杯子的水洒出一大片 在自己裙子上也没注意到 终于等到依依把午饭也给做好 扬言吃完迟来的起床第一餐后 这才回房间换了件出门的衣服 拎了串车钥匙出来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小美女憋憋憋嘴 想说些什么 突然却发现自己说什么 都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 目送尸魂落魄小美女摇晃着出门 风小小眯了眯眼 你故意的 也没什么 我们平常相处模式不就这样 扬言贪手表示自己其实很无辜 但正常情况下有外人的时候 你不会这么不顾人感受 再加上之前你一直故意无视他 扬言没了没 而后头疼揉太阳穴 长辈关系太好 其实很麻烦的 有时候 话不能说得太直接 因为要考虑到两家的反应 总不能让大家以后一见面就尴尬吧 这样也影响合作消亡 明白了 所以此人刚才就是故意拉自己秀恩爱 虽然自己其实跟他也没几毛钱关系 考虑到未来还有个隐藏boss福西可能会出现 风小小果断实实物不去计较 小咪咪点头 我懂的 以后也要合作愉快啊二哥 扬言认真沉默了三秒钟 除了福西之外 你叫我和小姜去干架都没问题 好歹后者还算有几分熟悉 再说还有同伴关系 想必真翻脸也不至于对自己下什么狠手 风小小扭头一副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一会儿我们是不是也要去跟你要新合作的公司拜访一下 卢方早在上午就离开了 虽然扬言那时候还没醒 但是风小小这个正牌主人间救命恩人在场 所以跟扬言告不告别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张三倒是一大早就出门去了 貌似是打算购物添置一些生活所必须的日用品 顺便还受了王威摆脱 似乎想在附近转转 看有没有什么营养全面微量元素丰富的优质泥土仪被给对方重塑健康身躯所用 于是在闲杂人等均不在场的情况下 风小小和杨炎带了个小美女上车 一溜尾气离开逃一巴 传说中为了爱女儿携交情也逼婚的戏码是不现实的 就像杨炎及其父亲不可能为了想避开一个小女孩的暗恋 就恶言相向破坏两家交情一样 小美女的父亲同样也不可能为了爱惜子女这样的理由 而强行插入小辈的感情之间 这样强扭下来的瓜不仅不甜 还有可能被瓜农也就是杨老头记恨 谁家孩子都不是抱养的 难道他以为只有自己疼女儿 杨家就不疼儿子不成 所以送还小美女后 面对小美女家管家先生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直播的现场报告 小美女的父亲也只是沉阴片刻后通过电波对杨炎表示了感谢 打了几个哈哈就什么话都没再说 更没有趁机提出什么为难的要求 双方一起装傻 这件事情就当是封过了无痕 方小小对权贵之间这种一点就透的聪明劲表示赞赏 小说里的狗血果然都是骗人的 那绝对是为了灌水才凑出来的剧情吧 解决掉小美女 接下来自然是那厉鬼家驾驳出去的小三 本着不想拖延跟随一次解决的心态 封小小和杨炎直接杀向厉鬼家圣女就职的公司 本集演播 慢猪尔 蛆蛆 蓝玉尔 义方 雪儿蜜朵 大马金刀 安随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